大家好,我是Philice Chen,我是建築工程及管理學系,即BEM的畢業生 我現在是金門建築的項目經理,我在這個行業已經工作了16年 我很慶幸當初選了BEM,因為理大教學有理論也有實用的技巧 令我可以打好根基,一加入建築業工作就可以很快上手 另外,我在理大讀書時也有上大莊,即是學生會的幹事會 亦是羽毛球隊的副隊長,玩這兩樣負荷活動也幫助我很多 因為我學懂了如何組織一個活動,團體合作,又有膽在人面前演講 所以這些全部對我的事業發展都有很重要的幫助 我在這個行業工作了16年,16年也是做總呈建商,即是主任工作人員 例如助理工程師,一步一步累積經驗,做到他們頭部經理 我擁有的專業資格,包括CIOB,COMCOMIE和COMICM 另外,我也是我公司的AS,即是莫秀權簽著人 我自己覺得考牌最重要就是要有計劃 另外,加上之前在理大BEM的專業訓練,令我打好基礎 所以我覺得考牌的成功率也提升了不少 理大的歷史悠久,在建築界也有很多人是校友 我公司也有不少,感覺很親切 我在做代理工程師時也有遇到很多資深的校友幫我和教導我 現在又輪到我去幫助一些小師弟、小師妹 新火相傳,就像大家庭一樣 作為一個女性的工程師,我覺得其實女性在建築專業上都有優勢 一般來說,女性的溝通能量都比較好 亦可以令工作氣氛更加和諧 我很開心接受了一個藍牙組號的訪問 分享了關於女性在建築界的經驗和成就 我希望令女性更加了解建築界的情況,鼓勵她入行 現在建築工程都很自動化、數碼化 管理工程原來是單靠體力運動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科技,例如VR、AR或BIM等等 去幫助我們做設計、做管理 另外,現在建築被盤的環境和設施都很完善 不再像以前那樣的髒辣碳和藝碟 可以適合很多人入行 如果大家對建築工程有興趣 可以考慮報讀美大的建築工程及管理學 新人的黃監自動化